我就是在初中拍起 然后因为临时之前是我发起点的时候 手写的日子 我一直就必要来 所以没办法折在这次底下 然后现场从六点钟一直拍起 开到三点 现在才放我手赶紧 然后现场我可以做头发 觉得很满的 好像还特别为了你 然后这个就拍 赶紧说 因为之前那样结婚嘛 所以赶紧就买了一件 那个颜色跳一点的衣服备在那 今天好像要做半年 对 会不会有什么一个 不整种的怕 我不知道 我因为赶紧之前给我两个选择 说一种是你早上来 就是那种就是工作特别量大的那种伴娘 一种是你要实在剧组拍戏困难 你就晚上来走一下 所以我现在等着一会去见她 她给我安排工作 因为也没有当过伴娘 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是第一次给她赶紧这个知识 对对对对 还有没有 跟新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 我因为去年跟她一起拍 她偏偏爱上你嘛 然后我俩的性格还 就我属于特别慢热 本身圈里不是说特别朋友 就朋友很多 闺蜜很多那种 然后带小张的性格跟我还真的特别合得来 所以就很喜欢她 而且就是我家的 影迷呀 都很也很喜欢张凌芝 大家都开玩笑说是她是我夫人 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抢婚的 这是新郎的 这是新郎的 新郎结婚 好像说是速度分离 说她两个话实在太快了 对 我因为去年知道她俩谈恋爱的时候 就我觉得也挺快的 然后今年突然就知道俩人要结婚了 后来也知道有小宝宝了 我就挺 一切都特别快 那我觉得这很像张凌芝的性格 因为她就是那种 特别直来直去的那种女孩 那你看来这对新人的话 她们的性格是不是也就觉得特别美好 合拍呢 我觉得她俩对还都挺那种 因为成龙也还挺大男孩那种的 她俩就是我觉得 应该是那种能玩到一起去的性格 你有带什么特别的过来的 礼物要后来准备因为你在拍戏 有什么特别想送给她的 但是我已经给她小宝宝买好礼物了 所以准备送小宝宝小衣服啊什么的 BB的那种不是通用的吗 好 谢谢